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在我们今天启示录十一章这里 有讲到两位见证者 约翰提到这两个见证人 是为神的话 忠心勇敢无畏惧的为主做见证 尤其在我们这末世的世代 今日我们基督徒有勇敢为主做见证吗 圣经写道说 有人想加害于他们 就是有火就从他们口中出来 要来烧灭仇敌 想要加害他们的反而被杀被审判 甚至他们这两人有权柄 在他们传道日子 叫天必舍不下雨 有权柄叫水变成血 这两件事情 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 旧约的以利亚与摩西 他们都是神所差遣的仆人 在他们生命当中 有经历到许多的神迹奇事 神透过他们来实行 祂自己美好的职力 以利亚大败巴利贾先知 有火从天降下 摩西大败法老 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他们都是忠实地传讲神的话 无所畏惧 这好像是在提醒我们在这末日子 我们有神来的权柄 要忠心地见证我们所传的福音 圣灵必给我们能力 可以对抗那要加害我们的 我们必须要勇敢去传 即便最后我们被迫害致死 我们相信神最后还是掌管审判权柄 在天上我们可以享有这样的荣耀 你我都可以成为见证人 若是没有传到 怎会有人听到呢 或许是因为你不好意思说 或许是因为你害怕 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 会看清你或是欺负你 在太北金山脚的地带 有许多军人和那些贩毒者 但是有勇敢的宣教师 在那里开拓福音戒毒中心 他们常常被攻击威胁 但是总不退缩 有人在他们开拓的初期 在那个地方 有五年没有水没有电的日子 没有桌仪没有床 吃饭睡觉聚会都是在地上 曾经也因为这样被毒蝎子 折到差点送命 当时他们洗的喝的 都是跟这些牛群啊 鸭啊这些动物 动用这些山沟的水 甚至呢 这位女教师 女宣教师流产的时候 她居然还是用冷水来洗澡 他们做的事情是非常敏感的戒毒事工 整个山区是用打猎作为掩护 但是这些人常常是鹤枪实弹 出出入日 曾经这些吸毒的这些毒贩 喝醉酒了 甚至开了两枪对这个女宣教师 但是神总是保守他们一切平安 今日我们在台湾传福音宣扬真理 在这末后的日子 世代当中我们要坚持下去 我们要去传 我们不要让恐惧害怕 和借口塞满了我们的心 让我们一起来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